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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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這一集非常的特別 我們為了拍攝這一集呢 開了四個小時的車到了宜蘭 這一集呢其實也算是我們做 超人真新的一個企劃跟新的一個節目 叫做超人真學徒 超人真學徒幹嘛呢 好比說我們今天這個環境 就是我們今天的學習環境 我們現在正位於我們上次玩工業知識王大賽 三小日子 菜參加 然後你看看這個樣子的環境 還有我們這個旁邊的氛圍啊 哇這個在這個環境下的朋友都懶散起來了 好那這個新的企劃要幹嘛呢 就是我們要到台灣世界各地 或者是到國外一些有趣 有名 有知識含量 有教育意義 有知識水準的地方 我們就變回一個學徒 然後去好好的學習 拋下一線 我們放下自己 就像李孝龍說的一樣 我們要像一瓶水 把水倒掉 重新再學習 人家說 學徒撒泥氣勾圍 我們不只要學習他的知識跟技術之外 我們要學習他的生活方式 你看看我鏡頭後面的這個生活方式 看我鏡頭後面的這個生活方式 所以他每天都在宜蘭過這麼爽的生活啊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小日子的工作室 在人家的工作區有一種 揪戰雀草的爽感 咦 你怎麼在這裡 阿德斯 阿德斯 奇怪 這是我公司 從今天開始 還是你的 老師要不要跟我們超人正的頻道們 介紹一下三小日子你在幹嘛 嗨大家好 我是蔡山 這邊是三小日子的工作室 這次阿德斯來當我的學徒 主要我們的頻道其實主要就是 最終的目的是想要過自己自主的生活 在這個過程中會需要學很多的技能 像是木工就佔了大宗 所以我的頻道目前主要都在做木工 好 那我們為什麼要學什麼呢 基本上當學徒的第一件事情呢 對 最重要的就是呢 你要會叫飲料 好 那第二件事要做什麼呢 那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我們就直接來做櫃子吧 做木工做櫃子 首先我們要第一步準備是什麼呢 老師 我們要先畫圖 這個櫃子主要就是要讓貓可以穿來穿去 它又可以放電視 它又有收納功能 然後畫好了 我覺得你的畫得不行 因為我們的結構要盡量的極簡 極簡是不是 對 這樣的貓就可以穿來穿去 那可以做嗎 你這個太複雜 但是我們做這個 老師那我們其實是一個工業教學頻道 所以我們在想說怎麼樣能夠快速的 跟我們觀眾解釋一下櫃板它區分在哪邊 首先大家做木工 一開始的價錢就是差在於材料 那材料你要怎麼看好壞呢 首先第一個它的底材叫密集板 就是它的底材就是用一些木粉 然後跟一些膠然後去擠壓而成 而第二種就是樹核板 樹核板它就是用這些雜木碎木 然後把它擠壓在一起 那第三種就是最高級的 也就是說通常最真材資料的 我們又稱為木星版 所以就是三個底材的不同 接下來我們裡面的材質看完之後 我們要看表面 通常一般我們有分成PVC 然後第一個叫做美奈 然後第三個就是PP 它看起來雖然都像是木材一樣 不過它的材質是完全不一樣 老師為什麼不一樣 其它不一樣的地方主要就是 那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 這個我們要看化學室 PVC我們又稱之為聚力乙烯 聚力乙烯它的分子是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最常見的塑膠 也就是說像你一般的塑膠水管 然後或者是你像是塑膠地板 然後還是就是有一些 只要有添加塑化劑 讓它感覺可以軟化塑型的東西 它其實最多就是PVC 老師這樣子可以嗎 嗯 其實這樣不錯的啦 但是你就是這個 這個可能要再正正一點 喔這吸血不好 對我們這個要很嚴肅的 很嚴肅很嚴肅看待這件事情 好繼續吧 接下來重點 就是PVC這個材質呢 其實雖然我們很廣泛使用在一般家庭裡面 但其實當它加熱的時候呢 很容易會產生蛋藥性 而且呢它在德國是完全禁止進口 然後使用在建材裡面 那日本呢 它就是規定不能在室內使用 讓它可以使用在室外 而且PVC在研究當中 其實是容易讓人類造成膏癌跟乳癌 所以它有一些在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基本上是完全不能讓它碰 有那麼多問題啊 欸其實我覺得 因為就是因為太多人都沒有重視這個材料的問題 其實材料它本身它都是 你看起來它像木頭 不過它其實是塑膠 嗯 就因為現在的轉硬都很厲害嘛 大家都可以把木頭硬得很像塑膠 那不過好處是什麼 就是比較便宜嘛 跟原木比起來 它有一些穩定性跟它的塑形度 這樣還是有差 通常PVC這種材質 也不一定說PVC一定便宜或一定貴 因為你要加上你的底材 跟你的面材 兩個加起來的綜合性材料 這個大家家裡做家具的時候 或找木工師傅做的時候 可以注意一下 PVC版它通常都用在櫃內裡面 因為我們做櫃子有外面跟裡面 所以裡面呢會用比較爛一點 那有時候外面就會用好一點點 好比說這種 沒奶版 嗯 對 老師那美奶版怎麼用 那其實基本上呢 美奶版呢我們通常都用在系統櫃裡面 那除了系統櫃以外呢 你覺得哪邊可以用到 考你一下 可惡你老虎蜜啊 我是奶浪虎蜜 我是奶浪虎蜜 還是奶浪虎蜜 美奶版呢又稱為 三聚清單 甲懸素質呢 它其實簡單的把它理解成 你知道以前有毒奶粉的事件 嗯 其實就是它裡面 在奶粉在加熱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這個東西 雖然美奶版的名字很漂亮 但是它其實它本身的成分就是這個 所以它如果經過有加熱 就是小朋友 就是硬的會容易驚醒 所以如果你的房間 或是你家裡有孕婦 爆 不然可能長得像我一樣 因為師父做久了就會這樣 就會做久這樣 場上吸啊 就沒人在吸 對所以師父也要注意 就是 師父身體要顧好 我們善解兩獸 才能來為你助獸這樣 絕對不能用 不能用 你都講那麼危險啊 危險 師父也不敢用 師父不敢用 講完師父不敢用 那我們今天用什麼呢 那我們今天來用 KDPP版 師父你到底收人家多少錢 師父 PP版是什麼呢 你問得好 對 PP版它其實就是 不然你還說說看好了 因為我之前跟你講過了 你講過我了是不是 我檢驗一下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原來你真的教過我 剛好PP版呢 我們要稱為巨餅 PP呢 算是一種很安全的塑膠 所以我們在微波爐加熱 或是一些耐熱的飲料杯啊 比較好的吸管啊 其實就是都是用PP去製作 那PP它的好處就是 它其實在加熱的時候 我們剛剛三聚清安 它加熱之後會產生毒素嘛 那它加熱的時候呢 只會產生二氧化碳跟水 為什麼呢 來 我們從化學室裡面去看到 各位同學 這集我們 期末作業的時候會考 加熱我們化學室怎麼寫 三角形很好 好 加熱三角形 三角形加熱之後 會產生什麼 C2 C2喔 那是水 加熱產生 C2 為什麼會產生C2 因為加熱有氧 燃燒需要什麼 燃燒 總而言之 如果你家裡面有小朋友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PP會比較好 因為它在化學上 它在成分上 不管是什麼牌子的啦 基本上都是比較安全的 不過我們這集會叫大家買KD的 因為這集是要贊助的 好啦 那我們 說那麼久 老師我們要開始說了沒 因為這次呢你就身為一張就是北抓 北抓 所以呢 我想到一個 可以 記安全呢 但是呢又可以學到東西的方案 怎麼說 所以我們這次呢 我們叫了兩份PP版的材料 那我們可以做兩組 金貓的小櫃子 那我們通常做木工 開始畫完草圖之後 我們下一件事情要做什麼呢 那你覺得呢 應該是拆圖吧 然後呢 然後算一個48版上面的料 怎麼樣切最省料 喔 那你蠻懂的嘛 你知道有幾種的開料的方式嗎 你說材料算完 對 算完之後要開始開料 開料 就是等於就是把材料裁切出來嘛 對對對 用手動啊 那還有呢 送去CNC啊 還有其他的嗎 現金拿出來找人家做啊 感覺第三種比較靠服 那我們今天就用第三種好了 好 不要鬧不要鬧 我們用CNC來開料 喔 為什麼我們要用CNC呢 那因為主要就是呢 我以前呢就是 都用裝潢具台 但是就是 有一次差點擱到手之後呢 我就覺得這太可怕了 所以後來就慢慢的 用裝潢具台努力存錢 那之後我就是慢慢存錢後呢 上了那個大型的CNC 就是大台的CNC 那CNC它就是 木工三軸雕刻機 其實做系統家具 他們在早期的時候 都是用CNC開料的 對 或是它 那他們現在主要會有三種機器 一個是開料機 然後一個是封邊機 然後還有就是它有一個標準的 我覺得還有一個今天我們找 菜山來一起做的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用CNC的方法 就是因為 它一直有個理想 它希望它做完的圖 都可以給大家用 所以我們就今天做完這個圖 之後呢 就是一樣就是 給大家使用 就是你如果在家裡面 你想要看完這一集 你覺得我們做的樣子 你很喜歡的話 你想要再加複製 好 沒問題 安心用 那如果 安心賣你怎麼辦 那也沒關係啊 我想提出我畫的 好 因為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就會跟我們講 我們會放在那個 技術本位裡面 就是我們臉書的 工業設盤裡面 然後讓大家去下載 那我們 開始CNC吧 吧 各位好 歡迎來到 三小日式的 CNC 入宮 香蕉石 這樣可以吧 這樣不錯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通常應該是組裝 好 我們要先從最大的片材 才開始裝 看來我教你都沒忘記 對對對 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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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奇怪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 你的軌道 為什麼要踩到這裡 這個在這裡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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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這樣啦 你小子 別想考驗我 想得美 我不會被你考倒 好 那我們先把那個門裝去 好 再把它翻回來 你們門都沒有 門都沒有 你在跟我講冷笑話是不是 師傅為什麼我們今天不做卡榫 因為 要教你啊 先教初學者 對 我們今天主要是為了 像阿德斯這樣的初學者 對 什麼都不會白紙 對 再來這個 這一片 這樣子 欸 不是 阿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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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對啦 對 要嚇我 沒有想到我的老師 想你的老師喔 有沒有懷念的感覺 沒有 他回去盯板摩喔 該不會太陽下來了 對 那我們最後就拿出封邊條 對 我們就來 開始封邊 好 封邊條可以幹嘛了師傅 那這個你示範一下吧 反正我都教過你了 好 好 好了 師傅我們就裝完之後 那我們的重點 應該要有貓啊 反正你有沒有學到東西啊 有啊 你不覺得我今天有學到很多東西嗎 但是我們有沒有貓 就是重點是 要把貓裝進去啊 可是最近的貓 都不見了 幹 你好悲情喔 我們在我們頻道啊 只有4%的女性 嗯 通常不是我們要先放在家裡面 嗯 我們做東西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觀看 不是 我們有這麼膚淺嗎 我們是希望有女生來啊 就是我們要先有貓 然後就問 才說你會來我再看貓 嗯 你這樣可以嗎 好爛喔 幹 幹 還是我們看我們頻道有沒有 女粉 嘉莉亞貓 現女性 又送她 因為我們的女生實在太少了 4% 35萬的4% 大概1萬4 那滿多的啊 突然覺得有點多耶 呵呵呵 突然好像人生開心了起來 那不然就是 女生自己不會做的話 就可以去跟三小兒子要 不過其實今天就好玩啦 就是我們只要做 3個小時 4個小時而已 哇 BRABO BRABO 所以你知道這支影片的重點是什麼嗎 找一個好徒弟 找一個會做工具的男朋友 3個小時你家一家就做完了 BRABO CAD 就是Creatus at Taiwan 是為新媒體所創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哈密Vidio 並且訂閱CAD 你就可以提早14天 看到我們超人的影片喔 BRABO